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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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又到今天的又是我牛鹰 當然是牛鹰,今天請來兩位 新鮮滾熱辣的 重量級嘉賓 葉祥春,Hello,你好 還有他的啟蒙跑友 Ken,Hello,大家好 你現在有英文名字,我叫Calvin 我叫你Calvin 為什麼我叫你上來呢 第一,在今年的香港馬拉松 看到你衝線的時候 在拱門打著一個 數字,兩小時 五十九分,零四秒 零四秒,大會時間 可能是 你真正時間比大會時間快 幾秒,有這樣的機會 萬金先生 你不要那麼謙虛 你現在的樣子好像很謙虛 哈哈哈哈哈哈 你這個不是你平時的 為什麼會找你上來呢 原來後來你獲得 這麼特別的成績 很值得慶賀的成績 傾開 我覺得一定要找你上來 做一個訪問 因為你過去三年的時間 但是,我想很多跑友都想知道更多 三年前,2020年 你跟我說你還沒有跑步 是 我們應該在文章上 都有你當時的真身複照 那時多少磅 153磅 153磅 如果以你的身高來說 算是肥仔 是,當時腰圍36寸 36寸 你三年前之前的 是你沒有做跑步運動的 沒有 即是36個月的時間 三年的時間 為什麼可以從來不跑步 而可以你的初碼 這次是你的初碼 是 一跑就十分 我們很多旁邊的聽眾 都想解構一下 將你解剖 那你第一次跑步 為什麼會愛上跑步 應該有 我想2020年4月 那時候 我朋友 現在我隔壁的朋友 Kent 想我介紹教練給他認識 我就介紹了李sir 李好基本的認識 你不跑步又認識 又不認識 答上答 然後 介紹完之後 Kent就跟我說 不如明天星期日 我們一起去保運動 去跑步 聊聊天 之前你是沒有跑步的 之前沒有 然後我就說 我不跑步 我推了他十幾分鐘 想想 這麼老友 都試試看 即是見他十幾分鐘 都還在吵架你 對 翌日早上六點半 我 Kent 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Vesley 上了去保運動 當時我穿著 球鞋 球鞋 籃球鞋 足球T恤 足球褲 一看就知道 是用來增強 Kent的信心 Kent 找得來 他剛才說 那陣子有些低潮 要找一些人來加強他信心 那是你 看見 他們就教我拉筋 然後Kent 就說 我們走 Kelvin 跑六分半 Pacing 我即場就問 什麼叫六分半 Pacing 然後他們就說 解釋不到 我們繼續跑 保運到 你知道來回 就是六公斤 跑到三公斤 我已經 腿痛 胃痛 又有橫膠 又痛 接著就要停在這裡 即是去到U-turn位 對 你保運到 你們由跑馬地開始跑 還是由中環開始跑 開車上去 中間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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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Kent和Vesley 就站在那裡教我怎麼跑 然後我也感謝他們 然後我說 不如非常妨礙他們 他們先跑 其實你心裡想 你快點走 對 然後我真真正正 走回到終點 接著就回來 上網 看看怎麼跑步 接著 找朋友 找梁德威 梁德威就是我小學的師弟 你很好學 其實回來 其實表面看來 不是很大鬥心 但是你回去就懂得 馬上網去研究 你不是先賴自己嗎 有些挫敗感 因為你6分半跑3K 因為我很有信心 我做事的人 一直都很有信心 哎 差那麼遠 開始就上網去找教練 那一刻你增強到Kent他們的信心 哈哈哈哈 是的 OK 我們面前Kent 是你很推崇的一位跑步老友 是的 如果不是當時他的一個 猛的十多分鐘叫你去跑 原來你都不知道自己原來有什麼天分 我想他改變了我的人生 包括改變了我的工作態度 朋友 原來以前我經常喜歡喝酒 現在也是 現在就少了很多了 以前我慢慢在公司都喝酒 尤其是威士忌 紅酒 自從跑了一步 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朋友也不同了 當然以前喝酒的朋友 也保持著 跟他們吃飯 少了喝酒 OK 生活方式不同了 但是為什麼可以三年時間 跑到10分 你的訓練進程是怎樣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剛才聽Kent說 你好像跑了兩三個月 是吧 三個月 給Kent看一些場景 當時也很有疑問 是的 我說第一次跟我跑的時候 4K都跑不完 那時候我心想 如果他真的每個禮拜天 跟著我們跑 那怎麼搞呢 已經不找他了 找少了他 誰知道每次傳過來 這些場景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快要逼迫我們 三個月 然後還特意發信 才問他 你是跑一下休息一下 還是一次過跑 你有懷疑嗎 是一次過的 這樣 OK 三個月的時間 已經有一個很看得到的改變 那三個月做了什麼 三個月做了什麼 楊特威 是 兩次做過程度 例如星期二就跑400-800 可能星期四 星期五就跑2K 2K 3-3-3 那我平時 為了要贏 為了要完成 為了要贏 為了要完成 那我放了工 或者早上起床 7點到6點 我在家樓下的公園 都是跑一下5K 8K 就是慢跑 我想進步這麼大 最重要的因素是自己的勤力 還有有好的團隊的支援 包括Ken Wesley 以及威Sir 我想各方面的因素 不是一個人 短短三個月可以做到這樣的成績 如果我這樣聽你說 某個程度上 你是很懂得去找外面的資訊 可以這樣說 人的資訊 教練 去幫你不要走軟往路 是不是 OK 那反過來 你也很奇怪 你又不跑步 一個很資深的跑友 Ken 就會問你 有什麼教練可以refer 然後你自己又找一個教練去幫忙 你的mindset 為什麼會 其實很多跑友 其實跑很多年都是自己跑的 他覺得很孤獨 自己走出去跑的 但是你又不同 你的路就是第一件事 就要找團隊 這個是怎樣的 首先我覺得做任何事情 無論開公司或做生意 都是一個團隊 不是一個人獨打獨鬥 你有一個團隊 尤其是教練 他拿著你 那團隊 譬如Ken Wesley 我的朋友 Ivan 他們是一個後面的支撐 大家是一齊 全部是一齊 互相鼓勵 互相幫助 互相解決了很多問題 譬如我跑一跑 我最初跑的時候 肌肉會酸 那怎麼辦呢 譬如有些教練說 你要去看物理治療 怎樣 看看到底是否受傷 所以當時我最初跑無時 跑了幾個月 可能膝蓋或腳 會少少 甚麼都會出生 然後我去看物理治療 物理治療說 你沒有受傷 只是你的肌肉 在改變 在細胞分裂 但你也懂得用字 在分裂 然後我又看物理治療師 Kenny Wu 他又說 你只跑不行 要做fitness 所以之後 我又找了一個教練 幫我做fitness 之後成績 真的三級跳 即是說 可能一個普通的跑友 十年走的路 你就三年就搞定了 即是這麼說 那又反過來 其實跑三年去準備一個馬拉松 即是這麼說 你的初馬 當時落場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要碰到fitness 我想 首先最初跑的時候 我想我跑了一年左右 我兩個朋友 都開始推我去波士頓 當時我很害怕 波士頓 以我們減少年紀 要做三個小時22分 你什麼年紀 旁邊的聽眾 不知道 五十 今年剛好五十 OK 這麼好 你的組別最年輕 我們這麼想 三個小時22分 對於我來說 是夢幻 現在不可能發生 一邊跟團隊 一邊聯絡 感覺到 譬如說 我有時跑10K 跑了一年多之後 10K可以做到38分 零幾 變成在網上的數字上 看到有機會 就開始有信心 OK 你的初馬 所以可以剛剛達標 都可以的 反過來 又問Kent 原來Kent 是很特別的 其實你跑零也不算久 如果以跑友來說 2017年 我剛才聽你說 沒錯 之前沒有跟教練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經驗Kelvin 他提供了黎河基給你 跟教練跟自己跑有什麼分別? 很大分別 雖然我自己 要給學費 我自己初馬 2018年 自己練習 雖然初馬也做到十科 覺得自己也OK 自己給自己一個 網上自己下載 program 不知道要跟 不過其實很快 自己跑下去 很快就傷 傷得很厲害 你的傷是怎樣的? 譬如2018年 自己初馬十科 就很開心 再下一年 就已經受傷了 已經跑到四個小時 十幾分 發覺不行 一定要 得起心肝 去找教練 阿黎sir 也不是我第一個教練 都照著那個方向 有教練 有更好的規劃 例如你網上下載 program 他不認識你是誰 每天都叫你這樣跑 但是教練 就會給你 看著你的情況 去因應 去改 所以是差很遠的 這是兩件事 即是那些文字 知鬼你是誰 可能寫的那個人 是 紅蘇綠眼 大隻佬 那個program 就是適合他那些人 而已 和你又不同 其實 由你早期沒有跟教練 到跟著有跟教練 其實是否 傷少了 其實是否有些 一些跑友會忽略 例如熱身 枯彈這些 會不會是 找教練的時候 會認識多些這方面的人 這個必定是的 即是跟李sir 每一次的開始 他一定是做足一套 做很多你覺得做來做什麼的事情 是的 或者一邊做 就隨便做 那些 其實你發覺是有用的 他每一個 而且每一次每一次都做 日積月累 他連你的基本功 動作 其實都是改善做的 那個解冊 沒錯 沒錯 那又再問Kelvin 是的 我想旁邊的聽眾 很多都很想知道 你做十分前三四個月 如何準備這個馬力重施 我會做一個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做一次400 或者800 400成多少 一般做400成16 或者20 但就休息一分鐘 就不是拼到盡 那隻 我想有些朋友 可能會做400成16 那每個400 可能會拼得很拼 我又是覺得 我想用八成九成 令到自己很活躍的心態 我經常跟自己說 千萬不要受傷 你跑多快都沒用 一受傷就不行了 所以我到現在就沒有受傷 我也覺得很欣賞自己 沒有受傷 果然是 十V人 那之後我會 偶爾做一下Tempo Tempo 可能是10k 15k Tempo 是快的 到最後三個月 其中一課 就會是梅花間粥 長課 梅花間粥 梅花間粥 即是一個星期長 一個星期不長 這個星期六 我做20k 我打算跑馬拉松 去跑 21k 下個星期我就不是了 下個星期我可能做32k 用心率去跑 那我就慢慢去吞 吞到差不多比賽的兩個星期 我剛才說30k 剛剛吞到40k 最後一個星期我就休息了 兩個星期前收腳 對 兩個星期收腳 那兩個星期是真的不跑 還是輕鬆跑 我也是跟威sir的program 就會令到自己的腳 肌肉和心肺活躍 就不是說拼命 拼命 拼命 其實這兩個星期 其實以跑馬拉松來說 已經定了一局 所以你不斷拼命 令到自己有壓力和受傷 會累 OK 那一路聽起來 原來要去準備一個馬拉松 真的要有一個系統去做 即是如果自己去上網看 或者自己想 其實那些想法完全不同 即是我們好像以前年輕人讀書 考試前一個星期或者一晚 我們就開夜車 跑步原來不行 不能開夜車 那反過來 剛才你說到一個 我覺得可以分享多些 做多些體能 要做體能 做體能和不做有什麼分別 記得我是2020年10月 做體能教練 那根源是一個自己感覺上是快樂的 和之前的跑步 尤其是腳板 或者膝垂的肌肉 硬硬酸酸酸痛 做完是有力了 我做的時候 例如我做負重的 可能都做九十磅六十磅 我以前最高峰153磅,我现在只有120磅 120磅我可以负重到160磅 你那个也不是做体能,你是健身大脆 我不是大脆,因为我做健身主力 我都跟我的健身教练金sir 主要是做腰和脚,即是我们跑步腰,腰就是黑心 脚也是,我比较少做上身 所以我上身都是腰瘦瘦,但脚比较有力 主要是针对性 一个星期做多少次?做两次 每次是一个小时 如果以跑友来说,其实是练小货 你自己又再做一次,三次不够 偷年 你不计算偷年 我跟教练通常是午餐时间,因为大家都忙 吃饭时间在我公司工作 另外自己加了货,有时在家看电视 我想很少人只能看电视 抽个时间在家做设计 做一下掌上颜色 做一下颜色 你不要说偷年是这样的 他是很重视健身 旁边听众要留意 即是说原来要这么短时间 练到10V 第一,要有系统训练 第二,原来做体能也很重要 有几样东西 拿完后,你的trauma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recover方法? 是否需要? 还是一旦完后,大鱼大肉就算了? 因为据闻好像跑完马埃虫也挺伤 我跑完那一晚都被人捉了去吃饭 有喝酒 大家就不要学我了 我最近有问教练如何recover 就尽量不要做那么多剧力的运动 那就会下去移动一下身体 拉脚筋 昨天也有个教练跟我说 最好在运动上做一些慢的跑步 例如你慢200 快一点的200 令到你的肌肉松一下 是 感觉上都慢慢復原了 没什么 OK 但是未去到比赛前的状态 没有 始终现在是有样东西 有样东西要分享 我估计你这三年 你的训练都蛮intensive 但是刚才听你说 你没什么怎么伤 是很touch food 在你的脑里面 你最伤是什么? 我最伤是刚刚学跑 第一个月跑完之后 自己一直跑完之后 跑完之后 没有做cool down 所以是cool down也很重要 那时候你要一说前耻 因为你刚刚被人做完加强 信心加强劑 然后我跑完之后 第二天脚端很痛 走都走不到 然后我去看物理治疗 快要看了两三次 然后原来 发觉你跑步 不要急 还有要做热身和cool down 那时候还没有做fitness 是 那个印象很深刻 我心灵上都受到伤伤 因为我跑了一个月都不够 为什么脚会那么紧 走得不舒服 然后原来就是我没有做cool down 我以为你赖你父母 当然是无论 是他给得不好了 不关我事 几样东西 如果是综合 第一要找到一些方法 如果我这样听Calvin说 要找到一些正确的人 去跟你拍着跑 有好的跑友 拍档 例如Ken 另外就是 亦都要找一些好的教练 对的教练 或者进一些跑会 是吗? 我后来说回 我想去年 去年年头我加入了FIDA FIDA对我帮助很大 他们会有教练、团队 给我很多意见 因为我很有趣 我经常问他们 我经常问不同的朋友 如何跑快点 如何去不要受伤 那些朋友经常觉得你玩他 因为都不够你快 你问我为什么跑快点 你又玩我 是吗? 我也要多谢FIDA和Ivan 因为很多时候我不喜欢一个人跑步 我就找不同的朋友陪我跑 长货就找人 长短货我也找人 长短货也找人 是的 我是很少一个人跑的 哦 这个是好习惯 一个人我也会跑 但我喜欢热身的时候 在拉根的时候 大家聊聊天 聊天 然后跑完之后 大家冷静又聊天 去检讨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中我喜欢热身 热身和拉根 我都是很享受和朋友一起去 聊天 分享和检讨的 如果我这样听你的几句 某个程度上 你每件事都很认真 就是用一些字眼检讨 聊天 都是review 那个performance 例如我们跑完interview 我会和Can 或者Ivan 我刚才说 我刚才说 我那里好像又快了一点 或者是慢了一点 转弯又怎么样 我们会谈谈这些事情 我想这个叫互相提点 和互相分享 一个这样的运动态度 或者这个叫生活态度 原来有机会 我不敢说每个人都可以 始终都要看到你有多认真 就是三年时间 又完全不跑 一个大肥仔 150磅 三年減到120磅 现在 腰围又不知多少 你这三个都全部丟掉了 换了 换了 换了几次 去到现在30寸腰 或者under30寸腰围 就是重量都减了30磅 一直保持现在这个重量 是吗 会的 你的饮食有没有什么特别 也要多解构一点 跑之前我真的很喜欢喝酒 跑到一半 我想去年都在喝酒 当我要很认真去准备马拉松的时候 我就开始慢慢慢慢去减酒 真的要减酒 减酒就不是减少 减少 你减不了 我估计 我记得最搞笑 我初初跟梁大卫跑步的时候 因为我有时都很晚睡 有时跑步 然后他说 为什么你这么大股酒味 我说是刚刚刚不走 最初的时候 之后他说不要 早年认识你 好像你的褲袋 常常插着GV走 你的褲袋 好像那些拿出来 扭开盖子 嚇一口 这个是我三安八做出来的 OK 旁边的听众 如果大家都定一个目标 当然我们不知道 未来的香港渣马 还有没有曼金先生的鼓励 不过不要管他有没有鼓励 其实认真去跑步的时候 10V也是一个目标 专注 专注 因为如果今年10V的跑步 有男生 不知是160多还是170多 我忘记了 总之 5过200人 那我们以香港的跑友来说 测身到这个时间 都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找你上来更加好 你不单止自己鼓励自己 我希望透过你的经历 鼓励到我们所有的跑友 我们都慢慢去迴向这个目标 OK 多谢Kelvin和Ken上来分享 多谢 多谢 多谢